好,各位同学,我们接着学习HSK5 Lesson 1,我们学习到Nodes和Exercise部分了。 第一个词呢,是如何,作为一个疑问代词来询问方式的。 那比如说,我们明天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呢,该如何解决,该怎么解决。 以前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用怎么解决,如何,就是更书面一些,那怎么,那就更口语一点。 评委叫第一对夫妻说说,他们俩是如何相爱的。 如何呢,也常常用于句目来征求意见,或者说行问状况。 比如说,我们希望由你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如何,怎么样,行问意见。 80号门的月输入情况如何,行问什么的situation,行入这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practice部分。 请你,请你,请你说一说,请你说一说,请你说一说,请问方式,对吧。 嗯,你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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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他们相近如宾,关系很好,嗯,就是说,他们俩,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对吧,如何,嗯,他们相近如宾,相近,相互什么,增进。 像对待什么,对待客人一样,对待客人一样,相近如宾,关系很好。 你能不能简单的叙述一下那部电影的内容。 嗯,这部电影讲的是,这部电影讲的,讲的,讲的,是,比如说,一位老师如何, 如何把一位不听话的孩子教好的。 嗯,讲的这么个story,嗯,别人答。 OK,靠,嗯,你来哦,靠,也可以什么,靠,靠在什么地方,靠。 那如果作为动词呢,常见的格式是什么,靠着,啊,靠着什么的肩膀,睡着了,啊,靠在什么的肩膀上,啊。 把身体的部位呢,把身体的部位呢,把身体的部位呢,重量让别人或别的什么物体支撑的。 嗯,嗯,王老师喜欢呢,靠着桌子讲课,啊,男人的头,靠在你人的肩膀上,睡着了,嗯,那靠呢,也可以表示什么,依赖,得意义。 那比如说,在家,靠,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的,你们尽管开口,嗯,这个里来哦,嗯,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完全不靠别人的生活,都是相互依靠,嗯,靠呢,表示什么,接近,靠近,啊,比如说,我的座位是, 17号,是靠窗的座位,啊,以后,我一定要买一个靠海,靠近海的房子,这样我每天都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不行,我曾经在海边工作,吵死了,一点也不好,啊,OK, 嗯,快到,快到,快要到站了,你别,你别靠在,你别,你别靠在,站台旁,我不知道啊,站台旁,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远离,嗯, 下个星期的考试,你需要我帮忙吗,嗯,不需要,我自己,我靠我自己也能通过,我靠自己也能,我好,对吧,您好,请您呢,请给我登机牌,好的,嗯, 嗯,这个呢,我们,这个呢,我们,这个叫靠接近,嗯,请给我登机牌,啊,您能帮我安排一个靠,靠窗,靠window的,啊,靠窗的位置吗,靠窗的位置吗,靠窗的位置吗, 嗯,嗯,嗯,那这个是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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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词,表示没有想到,啊,出乎意料,嗯,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题,你居然也不会做,嗯,想不到你也不会做,上课时都干什么去了,啊,没想到,居然在这, 碰到你,你也去上海,啊,这个女人,为了不影响, 啊,丈夫睡觉,嗯,nice,居然放弃了,这是机会,嗯,ok,我快被气死了,啊,我快被气死了,嗯,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 离婚了,嗯,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嗯,他们关系,一直,很好,没有想到嘛,对吧,居然离婚了,居然,也离婚了,离婚了,嗯, ok,是啊,比赛之前,我以为他肯定会赢呢,啊,他居然输了,啊,他居然,啊,输了,他居然输,他居然输了,啊,我以为他会赢的,啊, 哎,比赛嘛,有输有赢,啊,嗯,太热了,啊,ok,词语搭配,嗯,动词加冰语,啊,因为这个动词呢,不同的动词,他接的这个object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嗯,在并句里面呢,嗯,一些同学呢,也会做错,嗯,到我们填空呢,呃, HSK5的考试里面呢,有这个顽形填空,嗯,就一篇短文,那会要你填一些词语,啊,选择一些词语,选择题,那这个呢,有一些词语的话,意思比较相近,但是他接的冰语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HSK5的时候呢,我们会重点给大家呢,学习这一方面, 首先呢,比如说抱怨,抱怨,嗯,complain,桃树抱怨,抱怨别人,抱怨妻子,抱怨餐厅的菜不好吃,啊,爱护,爱护环境,爱护花草树木,爱护公务,公务呢,就是,嗯,公共的 物品,嗯,不属于个人的,不属于私人的,爱护学生,嗯,那这个呢,是定语,定语,啊,这个中心语,修饰的,嗯,电影的细节,小说的细节,生活的细节,啊,要注意生活的细节,啊, 享受生活,电台的细节,啊,这个呢,定语呢,可以是adjective,也可以是名词,啊,嗯,电台的广播,电台的新闻,嗯,哎,这个呢,是状语,加重心语,啊,一般的状语,啊,嗯,哎,这个是web modifier,得,啊, 土也得,简单的对比,详细的对比,大声的,喊,兴奋的喊,啊,对他喊,对他喊,啊,兴奋的对他喊,嗯,中心语,然后再加补语,啊,就中国的这个语法呢,有跟英语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也非常 简单的,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一些状语,啊,一些定语,啊,其实都可以省略,然后大多就是这个,嗯,subject,在,嗯,predicate,嗯,大家为,是为绝告的,升,升,升出去,升,升进来,啊,升开,啊,升开,啊,升开,啊, 啊,升到,升到,升到口袋里面,啊,嗯,升,然后吵,吵醒,吵醒,吵死了,啊,然后数量词,啊,数量词,啊,数量词呢,数,数字再加量词,啊,数量词,啊,以向,哎,以向一般是,啊,这个,头啊,头相关的,跟头相关的,以向,啊,以向,啊,sorry,啊,sorry,啊, 啊,啊,不对啊,sorry,啊,我想一顶去了,一顶帽子,啊,因为这个,嗯,sorry,啊,这个是顶,那个顶呢,就跟头相关的,啊,啊,一下子没,哎,自然反应,嗯,这个顶,一顶帽子,一顶顶着,用头,跟头相关的,这个向呢,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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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顶运动,一顶工作,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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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也很难解释 我们习惯这么用 OK Let's go ahead 这个词语变息哦 刚才说我们如何 怎么 我们可以相互 共用的 他们有共同点 都是代词 表示什么 行为的方式 只有知道如何 停止的人 只有知道 怎么停止的人 才知道 怎么 或者如何 高速前进 那他们 不同的点 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 他用于书面语 如何 更多用于书面语 该如何 保护我们的 地球 你今天是如何来的 也可以了 没有错 但我们如果是口语呢 更自然一点 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呢 他是不可以用来 行为原因的 今天怎么这么冷 离人 今天如何这么冷 错误 第三个呢 是用于句末 表示行为状况 和寻求意见 你最近身体如何 怎么 这个呢 第三个 用于句术 表示惊讶 那一个用于句 句末 行为状况 或者说 寻求 这个 征求意见 那一个呢 是用在句 句手 怎么 怎么 你不认识我 这样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怎么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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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向经理 叙述了自己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都可以啊 你 怎么这么不耐烦 我们用怎么 这个是行为什么 原因 lism 你为什么这么 不耐烦呢 对吧 谁 知道他们 是什么 怎么吵起来的 嗯 谁知道他们是如何 吵起来 这个是口语 口语化的啊 当然用如何吵起来 也没有问题啊 但口语化呢 我们用怎么吵起来的 他 谁知道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听说 你去电视台 工作了 情况 行问情况如何 嗯 情况怎样 情况怎样 是可以怎么样 表示星球状况 如果说 怎么 就是情况 情况怎样 情况如何 是可以的 不能用怎么 OK 嗯 那我们来看 exercise部分 嗯 Exercise 一 这个 这个是 吹 吹 地 地 地 山 喊 四项 嗯 emad 地 呃 我爱护 抱怨 等待 啊 他从小就什么 爱护小动物 啊 爱护小动物 嗯 我喜欢狗 嗯 关于 这段对话 下面 哪 像是正确的 哪一项 是正确的 请大家 耐心的 什么呀 等待一会儿 等待一会儿 不要什么 吹他 不要吹他 请把那本杂志 哎 递给我 啊 递给我 火车快到的时候 你什么 喊我 你叫我一声 你喊我一声 嗯 不要总是什么 抱怨别人 想一想 要想一想 能不能改变自己 啊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嗯 你的病 都好了吗 现在感觉 如何 现在感觉 如何 现在感觉 怎么样 是可以的 感觉如何 那如果也要 也要用 怎么 要后面加个样 啊 现在感觉 怎么样 样呢 表示什么 样子 也是行出 这个状况 嗯 OK 电视里 广告太多 让观众呢 感到很不什么 很不耐烦 耐烦 不耐烦 啊 忍耐这个 啊 不耐烦 耐心呢 不耐心 耐心的做毛事啊 如果是 negative form 不耐烦 好吧 嗯 这太吵 太吵了 吵架呢 那是什么 吵架啊 跟别人吵架 啊 争吵 这个是 环境太吵了 很多 杂音 对吧 哎 我们换个地方吧 他这么年轻 没想到 什么 居然 没有想到 啊 居然 是什么 一名 著名的作家 这个 仍然 仍然呢 嗯 比如说 嗯 他 嗯 工作很忙 但仍然 坚持 每天 学一个小时 汉语 很棒啊 Nice 嗯 OK 我们来看到 给括号里的词语 选择 恰当的位置 嗯 如果 是你 你会什么 如何选择呢 好 Let's see the ways 你是 你跟 你的同屋 吵过架吗 吵过架吗 就以前 过呢 表示 I have been that's impastor time 过去 过去的时间 过 吵过架吗 是一个什么 吵过架吗 吵过几次架 那吵架是一个 separate words 可以 离合的词语 机会 是要自己 努力 是要 靠自己 啊 靠自己啊 靠自己 我们拍一次 努力 去获得的 请不要 把桃 升 啊 升到 窗 车窗外去 很危险 升到 嗯 OK 那这一个呢 哎 在 HK里面呢 包括在 One-on-one 包括我的这个 One-on-one live lesson 里面 我是要求呢 同学们 要把它 复述出来的 啊 呃 在我的一对一的课程里面呢 嗯 不会讲课文 也不会讲生识 也不会讲 North 啊 会要大家 把时间花在自己表达方面 大家表达的不好也没有关系 好吧 你看这个 还是要step by step 给你一些重要重点的词语啊 作为his 嗯 作为提示啊 比如第一对 第一对夫妻 嗯 他们呢 是什么 呃 好像是我记得啊 好久没有讲这篇课文了 那第一对夫妻 他的这个 老婆啊 这个 妻子呢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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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瘫痪了的 对吧 然后呢 嗯 老公也没有 要求离婚 啊 那这个 那这个妻子都曾有什么 想自杀过啊 因为他连累到他老公了嘛 他自己又 呃 瘫痪了 起不来 又不能做事情 不能工作 对吧 啊 那老公呢 他从来没有什么 抱怨过他 一直在爱护着妻子 后来他妻子什么 身体康复了 身体康复了 嗯 太棒了啊 第二对夫妻呢 哎 他们是吧 他们的婚姻呢 非常也非常和谐 啊 从来没有吵过架 啊 一直呢 哎 在暗暗的 我忘了这个暗暗的 嗯 就是暗暗的支持对方 嗯 那怎么用呢 在课文里面啊 第三对夫妻 嗯 他什么 支持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进场 上舞台 啊 这个评委们呢 他等得不耐烦了 啊 然后去这个后台 看到什么 这个老公呢 嗯 把陶靠在老婆的 这个肩膀上 嗯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他老婆呢 嘘 啊 叫他们不要喊 不要吵醒他 让他多睡一会儿 嗯 哎 把这个鼠伸 伸出来说 哎 不要 不要 不要过来 不要吹 啊 那评委们也没有吹啊 一直在等待 等这个男的醒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啊 这个老公呢 昨天晚上啊 因为天气比较热 啊 蚊子比较多 一直呢 给老婆呢 这个赶蚊子 没睡好 白天的精神的话 比较疲惫嘛 sleeping 然后就睡着了 啊 这是 课文中讲的这三对夫妻 啊 那这个课文的事 retails is very important 啊 大家一定要去练习 好吧 嗯 完全重复不过来 重复不出来 没有关系啊 自己 包括学习 其他文章的时候呢 哎 都要什么 哎 给自己一些提示的词语 然后呢 尝试去把它 retail ok 嗯 ok 啊 那这个是拓展的一些词语 啊 人体的部位的 啊 人体的部位 啊 这个是脑袋 啊 脑袋 啊 这个脖子啊 脖子 啊 肩膀 肩膀 啊 这个胸 胸 啊 这个腰 啊 腰 后背 后背 手指 手指 眉毛 啊 眉毛 嗯 这个嗓 啊 这个嗓子 啊 这个喉咙 啊 这个是喉咙 啊 喉咙 嗓子呢 嗓子是什么 嗓子好 唱歌好听 嗯 When I were young I listen to the radio 这个嗓子啊 唱歌啊 好听 这个牙齿 牙齿 牙齿 TIS 嗯 ok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你的 你的 什么什么 好像 一边高 一边低 我建议你呢 去买个 双肩包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 呃 单肩包呢 可能会把一个 这个 肩膀压低 那一边高 一边低 啊 建议买个双肩包 嗯 啊 我们选择这个肩膀 嗯 早上起来 生啊 生了个 懒腰啊 生了个懒腰啊 生了个懒腰啊 就像这样 啊 起来了 嗯 嗯 这个 懒腰 嗯 真舒服 他 长着两条 又黑 又粗的 他长着两条 又黑 又粗的 啊 眉毛嘛 一伤大大的眼睛 啊 那我也笑 又黑又粗 嗯 对吧 不好看 眉毛 嗯 讲了一天的课 老师的这个 嗓子都疼了 嗯 嗓 这个嗓子都疼了 嗯 OK 这个呢 是application 呃 背景分析 那 呃 我在oneone live lesson 里面呢 会给大家 主要给大家讨论一下 嗯 这个理想的夫妻关系 是什么样的 啊 嘿嘿 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背景分析哈 那在这个世界上 人和人之间呢 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对吧 那比如说同学关系 同事关系 这个 呃 邻居关系 等 啊 人际关系中呢 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应该就是什么 夫妻关系的cause 哎 哎 哎 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嗯 都很重视自己的婚姻 啊 有人认为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恩爱 嗯 有人说是诚实 也有人说是关爱和理解 我其实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嗯 关爱和理解啊 哎 叫 如果是 嗯 老婆呢 是知音 那就 太棒了 知音 嗯 相互理解 嗯 懂 相互懂对方 相信呢 你对课文中讲的三对夫妻的故事呢 也有自己的看法 啊 就是 三对夫妻中呢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呢 啊 也确实是呢 什么 呃 第三种 啊 那生活中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像第一对夫妻呢 啊 妻子都瘫痪了 对吧 呃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大多 大多数的婚姻呢 其实都比较平 都比较平凡 normal 那其实我们呃 就是相互一些小小的生活的一些细节 爱的一些细节 啊 打打散啊 什么 生病了 稍微照顾一下呀 啊 这个晚上赶赶蚊子 对不对 啊 关心 理解 嗯 其实这个呢 嗯 基本上都会是这样 然后生活工作中 比如说工作事业上 呃 支持理解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呃 这让我感动的就是平凡而伟大的爱 嗯 嗯 羡慕哈 羡慕 那 其实我觉得呢 哎 找一个什么 满意的 喜欢的这个妻子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是不好的婚姻 他就会什么 divorce 离婚 嗯 不好 对吧 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呃 跟一个女孩子相处 跟一个男孩子相处 而相处多长一些时间 然后相互了解 相互认识 如果是觉得真的合适 然后再结婚 嗯 好吧 对我这是我的观点 嗯 那这个呢 呃 HSK5里面 就要求大家呢 呃 开始去写 写一些作文了 啊 呃 在Lab One Level里面呢 呃 我不会每一节课 都要大家呢 去写一篇作文 但是呢 每五节课 我一定要给大家写一篇作文 从这五十课的题目中 你选择一个 你可以选择啊 理想的夫妻关系 也可以选择下一单元的 都可以 啊 然后我帮你去改 里面的这个语法呀 还如何表达的更清楚 更准确 啊 OK It's the lesson today 嗯 呃 大家好好的去 嗯 学习 啊 有问题的话呢 发消息给我 啊 大家学到了 IHSK5 很棒啊